大家好,我是Nancy 今天来教你们谈小幸运 原歌呢这首歌田富珍唱的是 把变料夹夹在第五品这个地方 那我之所以选择这个执法呢 是因为如果是男生要唱这首歌的话 肯定会觉得偏高 变料夹,原歌的变料夹夹在五品的话呢 男生你就可以把变料夹往下降 或者是去掉 甚至是不夹变料夹或者是降拌音 都可以找到一个适合你的调子 好,那左手的和弦我们断一断来看 首先看主歌,前奏和主歌的部分 我们用到的第一个和弦呢是C 然后你只需要按住五弦三品这一个音就可以了 右手我们拨的是 然后中指这样顺势的滑上来滑到第五品的位置 我们按住这样一个 我们按住这样一个D D和弦的时候呢 第七和弦的时候 我们右手就拨五四三五四 这样 五四三五四 好,然后呢 整个手在下去 中指来到六弦的三品 那按住这样一个指法 那我们弹的是 六五四六五这样的 最后呢 最后呢又回到这一个C 好,我们这个时候 食指要在四弦的二品做准备 会有一个G弦 我刚刚弹的是五五四弦 然后拨四弦 拨,右手先拨 空弦 然后在左手的食指 这样垂到四弦二品上面 然后是三弦 然后是又来一个五弦和四弦 就OK了 好,在练习这个G弦的时候 有一点需要注意的 就是很容易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我弹出来的G弦是这样的 或者是 这种感觉的 那有可能你弹出来的是这样的感觉 或者是 或者是这样 不管是有时候没有声音也好 还是说速度 就是速度的感觉也好 不对啊 那诀窍在于呢 G弦就是用你的手指头 指尖去敲在这个琴弦上 并且敲下去的时候 就是按紧的动作 你可以试一下 比如说你要用这个食指去G弦好 那你就把手放在桌上 这样 用你的食指去练习一个敲击桌面 或者是敲击琴面的一个动作 如果你能够敲响的话 并且敲完了以后 手指是放在琴面上的 那你G弦就没有问题 那如果你敲出来是这样的 没有声音的话 那G弦一般也G不响 这就是一个手指力度的问题 练这个动作就可以了 好那再回来 刚才那四个和弦呢 是前奏的部分 前奏完了以后呢 主歌又把这个弹一遍 然后我们就唱 我听见雨滴落在青青草地 我听见远方下课中声响起 到这个地方 然后注意啊 谱字里面我会有写就是 这里有一个更音的连接 从五弦三平到五弦二平下来 好到了下一个和弦是AM7 我弹的是 我弹的是五四二三五四这样哈 五五四二三五四这样好 下一个和弦是第七 四三二一四三 这样一个顺序 OK 那再往下是积和弦 我弹的是六四三二六五 我弹的是六四三二 然后是六五 大概这样一个顺序 这个积和弦的食指 不是食指说错了 这个积和弦的小拇指不需要 不需要把一线三平按住 因为我们没有弹到一弦 所以就只用两个手指 按住两根琴弦就行了 这样 然后又回到C 或者是 这样 这就是主歌部分的一个段落 大概就是 后面那个是 但是我没有听见你的声音 认真呼唤我姓名 这里有一个小的连接 小的连接是这样两个音 一个是四弦的三平 这是一个F 还有一个是五弦的二平 这是C 所以是从这个C和弦完了以后 连接到下面是一个C 发这样两个音 然后是连接 继续弹下一段 一个重复 爱上你的时候还不懂感情 这样 好 一直往后走 离别了才觉得刻骨铭心 为什么没有发现 遇见了你是生命最好的事情 也许当时 也许当时 好 到了这个桥段的部分 开始出现了大横暗 这里呢 我没有用简化的和弦 是因为 大横暗它比较好听 它会有一个比较低的 这个根音在里面 而简化和弦是 没有这个根音的 所以这个连接部分呢 我比较建议你 去把大横暗搞定 然后来弹这个 横暗的F和弦 这时候我们要唱的是 也许当时 忙着微笑哭泣 忙着追逐天空中的流星 人理所当然的忘记 是谁风里雨里 一直默默守护在远 好 刚才遇到的几个和弦 是这样的 首先很暗的F 然后是往下挪 一 二 挪两平 挪到第三格 这是很暗的G和弦 好 为什么我没有选择这个 简单的简化 这个开放式的G和弦呢 因为从F到G 这其实是一个更加简单的转换 就是手指直接滑下来 就行了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 其实横暗也是一种偷懒 好 好 这两个 再往后呢第三个是 1M7 你可以用这 好 三个都按住三根琴弦 也可以只按住二弦和五弦 你会听到它的音效是比较接近的 和 这两种感觉都可以 M7 然后再下一个是AM7 好 再往后呢DM7 DM7这个和弦在我的歌里面太常见了 小横暗 关于小横暗呢 我大概是在 别找我麻烦 那首歌里面 好像是的 有详细的讲解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DM7 DM7往后接的一个和弦是D7 D7 是不是有一种开阔的感觉 然后是 这两个和弦就是一个G和弦 我们挂留在二弦一屏这个D 这个音上 然后再食指松开 这样就OK了 这是桥段部分的一个和弦 那我右手的部分呢 我大概用到的是这样 这个东西啊 我们把它叫做注释和弦 就是大概是二三四 或者是一二三 这反正是三根琴弦 用这三个手指头一起把它拨起来 就可以了 那大拇指呢 就是跟音的位置 再滑下来 到了这个DM7的时候呢 就没有三根琴弦给你一起拨上来了 那就是两根 那就是四三二一一起拨起来 然后再是三 这样子好 第七也是 这是桥段的部分 那接下来呢 就是副歌的部分了 副歌部分的和弦呢 基本上和刚才是重复的 第一个是C 就是一个完整的C和弦 然后是G 同样我没有弹到那个E弦 这样按就可以了 然后是A M 然后是A M M7 然后是F 然后又是C D7 和这个G 的挂六音 就是这样的几个和弦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顺序 右手的弹法和刚才一样啊 就是这样的注释和弦 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 原来我们和爱情曾经靠得那么近 那为我对抗世界的决定 那陪我淋的雨 一幕幕都是你 一尘不然 一尘不然的真心 到了最后那个地方 我有时候会想要把这个G和弦 换成一个F和弦再倒击 就是它的连接会顺滑一点 这两种我们分别听一下哈 就E 9 一幕幕都是你 一幕幕都是你 一尘不然的真心 或者是 一幕幕都是你 一尘不然的真心 都是可以的 这两种连接的方式 好 这就是副歌的部分 那整个呢 这首歌的伴奏手法 就是分两种来练习就可以了 第一种就是在那个主歌的部分 它每一个和弦对应的 右手要拨的琴弦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需要额外的注意 好在看六线谱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或者是小心那些 变化的琴弦不要弹错了 那到了桥段还有副歌部分的时候呢 伴奏手法就变得很简单 很规范了 就是 这种感觉呢 好 你只用找大概两到三个小节 就是它会抓不同的琴弦 在不同的琴弦上面去练习这样一个 执法就可以了 节奏就是非常简单 就是所有的音都是均匀的 八分音符就可以了 所以呢 如果你要用节拍器练习的话呢 就很容易 你把节拍器让它在一个 大概70到80的速度 然后让它去按照八分音符的速度去想 那它大概就会滴滴滴滴 这样讲的就是 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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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 这样一个速度去练习就可以了 好 那这就是小幸运啦 左手的和弦 还有右手的这些弹法 吉他谱呢 在微信公众号 QQ空间 还有我的豆瓣相册里面都可以找到 希望你们能够好好练习 下周见 拜拜 好 好 Large 好 缔 他会有多幸运 男鹰吉他小屋